现居花莲浊西伦山村的布农族人 从西部横跨中央山脉迁徙到东部时 曾经定居在太平溪流域 当地族人为了拼凑部落历史 终于找到齐老记忆中的旧社 列尼部落 并将成果出版成书 作者之一的阿杜尔·塔纳比玛 希望有朝一日打通布农族 早期花莲南投间的迁移路线 年轻族人代表者表示说 带着已故奶奶的照片 希望每年都可以和奶奶一起回家 让奶奶知道山上一切都好 先去花莲县佐西湘伦山村的布农族人 将寻根历程出版成一套两侧的 太平溪流域布农族旧社寿原 与传统记忆探索系列重书 23日新书发表 整理往列宁部落的路径 不含伦山部落头目纳清文 修路人景元才 年轻代表劳方伦斌 伦山国小校长周中奇 以及作者代表阿杜尔·塔纳比玛 都出席分享参与的点滴 参与寻根的36岁青年族人 劳方伦斌表示 曾听闻过世的奶奶分享 在列宁旧社生活的回忆 心中一直牵挂着老家 带她回家变成为自己的使命 那个路真的很难走 我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回想说 以前的长辈真的很厉害 他们走那个藤桥 走那个山路 然后可以当天来回 然后还背着 我听我妈妈讲说 我的祖父 她可以背着50斤的红豆 从山上走下 我就觉得 我在这个行进天 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 一踏到那个 练着土地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我一踏上去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激动 当天 那个时候我都不太讲话 因为我觉得 到时候我碰到石板屋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情绪会压力很弱 后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就做简单的整理谈吵 然后我就是祭拜 那时候我真的就是 拿着一招跟着我妈 说我妈我带你回来了 虽然你生气我没有帮她带你 可是我很感谢主任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可以带你回来 我那个时候真的 那个齐聚整个释放 那在那边做完整理之后 我一回来村庄第一件事 就是我去周比特纳古塔 我把眼皮姆拍个照片 放在他的国会台旁边 现在还放着 然后我每一年 我的期许是我每一年的婚姻 那我每一年都会更新这个照片 给我阿嬷 给她 那我今年的目标是 我要抓一把泥土 放在罐子里 放在他的国会台旁边 然后最后是 真的很感谢主任 真的 他让我们参与到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们完成了一个心愿 作者之一的阿杜尔 是酌西香伦山国小主任 表示只要还有体力 就努力完成祈祷交代的任务 直到走不动 再将手中的资料交给年轻竹人 继续拼凑部落的记忆 我们目前的所有的聚落 我都已经留下了所有的坐标地点 还有之前走过的 我相信但是他们现在拥有了坐标地点 他们缺乏的是向导人才 因为再过两年我就要60了 我不晓得我还能够走几年 所以我希望在这两年能够让我所有的知识啊 除了是我们目前所记录到的 那么后面还有今年UG不断地去创新 又不断地去找新一条任何安全的路线 我们很希望说小孩子们将来能够回去 希望能够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线规划 而目前这个列尼这条路线 像那个盛月啊 他们也常常会从瑞税林到经过列尼部落 然后到南投的东湖 所以这条路线将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往东湖前进的新的登山路线 那么我们为了这条东湖路线 因为这条路线也是我们布农族早期花东地区 前往南投的路线 那么今年我们有个目标就是在列尼的上方成立 他们一个小型的住宿屋 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会在这里 那么每年每年我们都会往不同的山脉继续前进 我们希望能够留下更完整的资料 目前书本里面所述的大概也只有占了 我们目前所知的三分之一 那么将来的这些资料我们会继续留在部落里面 因为我们每年都已经定好了每年的一些进程跟规划 很多的年轻人都加入之后是让我很欣慰 希望他们勾起他们那种想要挑战或者是那种使命感 我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 布农族栏社单社群族人 18世纪从南投横跨中央山脉前移至东部生活时 曾定居在太平溪中上游名为列宁部落的一处盆地 因日本人将族人集体移往平地 暂后又被列为国有地 族人对山中老家的记忆日渐零碎 直到2009年轮山村族人开始寻根重返列宁 才促成系列重书的诞生 出书并非族人们一开始想做的 出书更不是寻根的终点 将历年成果报告化作文字与世人分享 只盼要让更多的后代族人未来都能依寻回家 记得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散景 周评勇ات 周评勇 骗 晓